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不斥於一場巨大災難 中共扼殺億萬民眾謀生 怕外國看穿 中共央行來這招 北戴河會議近了 蔡奇看望科技專家 華為被美國政府打殘 關鍵以指標慘暴 高層忍不住土苦水 能源安全和能源轉型相矛盾 中國煤電使用持續增加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8月3號 星期四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不斥於一場巨大災難 中共扼殺億萬民眾謀生 1949年開始 中共按照共產黨宣言的理念 迫使社會扼殺市場機制 經濟學家文貫中 在縱攬中國撰文說 該機制扼殺億萬民眾在改善生活 增加收入方面所呈現的自發性和首創性 具體來講 在城市 中共強迫贖買資本家的企業 將工人變為沒有人權和自由選擇的工奴 在農村 中共用謊言和暴力剝奪了所有農民的土地 使他們全體淪為沒有產權 無權掌握自己產權的農奴 中共將民間一切財富收歸國有後 將他們納入計畫經濟的智庫 置於極權的控制之下 其結果 中國淪為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 與世界各國的收入差距和技術差距越來越大 作為現代化主要標誌的城市化率 甚至發生了倒退 大批知識青年被迫離開父母 到邊緣和貧窮的農村 從事最原始的農業生產 造成極大的效率損失 中共執政的前30年 對中國百姓來說 是一場失敗的計畫經濟試驗 不斥於一場巨大的災難 正因為黨國體制下計畫經濟是一場災難 1978年 當局決定走一條不同於計畫經濟的道路 隨著50萬家國營企業的私有 沉睡其中的各種要素被解放出來 巨量的勞動 資本和土地要素獲得自由之後 客觀上構成巨大的供給能力 使中國迅速成了世界工廠 加入WTO後 來自歐美日市場的需求是現成的 成熟的 有效的 供需雙方的結合 使雙方都大大受益的同時 也使中國失去壓力 不再進一步做關鍵性的制度改革 便能坐收全球化的紅利 怕外國看穿 中共央行來這一招 作者程曉農 在自由亞洲撰文表示 為什麼說從2016年起 中國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被央行清零了 而實際上 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並沒消失 這其實關係到中共的外匯儲備的真假大戲 所謂真假有兩層意思 其一 現在中共公布的央行外匯儲備裡 有一部分是假的 其二 中共之所以要作假 是希望外國金融機構不要看穿一個關鍵問題 中共並沒有足夠的外匯來持續拉抬匯率 故事要回到2015年 當年下半年 中國發生大規模資本外逃 主要是貪官向境外轉移資產 造成國家外匯儲備明顯下降 為掩蓋真相 2016年初 央行把商業銀行的櫃檯外匯全部劃到自己名下 在統計數據上製造出一個外匯儲備未曾下降的假象 所以從2016年1月起 央行公布的貨幣當局官方儲備資產 其實不全是央行真正掌握的外匯了 還吃進了全部商業銀行的櫃檯外匯 即用後者冒充前者的一部分 作者指出 所謂的貨幣當局是指中國的央行 中國人民銀行 商業銀行並非可以操縱貨幣政策的貨幣當局 因此 用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來部分冒充央行的外匯儲備 自從2016年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 而各家商業銀行手中的外匯頭寸在公開的金融統計資料中成了隱形存在 從2016年到現在 中共公布的國家外匯儲備數額一直是3萬多億美元多一點 中國有一些外行人議論說 有這麼龐大的外匯儲備 中國豈有外匯之憂 甚至可以拋售美國債券來打擊美國 其實過去八年來 中國的外匯儲備沒怎麼增長 但外債卻急速增長 不懂中國的外債現狀 就不知道中共的外匯儲備有多緊張 中國的外匯儲備存在國外 總不能是銀行存款吧 那樣利息上吃虧太大 而且風險更大 因為國外的銀行一破產 外匯儲備就會泡湯 比較安全的方法是買經濟大國的國債 不怕倒帳 但是歐洲國家和日本的國債數量有限 容納不下中國保存外匯儲備的需要 所以中國的外匯儲備多半只能投入美國的金融市場 目前中共的外匯儲備當中 一半多是美國的國債和公司債券 中國國內那種拋售美國國債的論調 純屬無稽之談 乃殺敵一百 自傷一千之局 北戴河會議近了 蔡奇看望科技專家 中共每年暑期都邀請優秀專家人才到北戴河休假 參加今年休假活動的57位專家 是中國科技前沿領域優秀人才代表 在各自領域都做出重要貢獻 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 受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委託 蔡奇3號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專家 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向專家人才問候 她表示 習近平和黨中央高度重視人才工作 今年是貫徹落實中共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 舉辦專家休假活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過往每年進入8月 中共高層都會在公開場合消失 轉到北戴河度假 獲邀部分專家一同前往 並在度假時以形勢不拘的會面交換意見 外界成為北戴河會議 中央社報導 雖然曾有看法指出 北戴河會議已不復存在 成為純粹的度假性質 但也有媒體不時傳出 中共高層仍在度假時開會 並就某些重大問題作出決定 近期中國政治最受人關注的變化莫過於晴剛下臺 以及火箭軍高層涉及貪腐並傳出泄密的醜聞 華為被美國政府打殘 關鍵一指標慘暴 高層忍不住土苦水 財經雜誌《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 其中華為排名暴跌15名 首次跌出前100名 顯示面臨美國制裁打擊 手機業務大幅衰退 確實影響到華為的整體實力 事實上 高層也坦言 華為整體營運 依然受到嚴峻的外部環境與非市場因素干擾 華為名列榜單第111位 去年營收成長0.9%至6423億人民幣 符合市場預期 但獲利卻狂砍68.7%至356億人民幣 財務長孟晚舟坦言 獲利達到歷史低點 公司經營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但財務狀況穩健 現金餘額可以支撐大部分商業計畫 今年3月 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鈞也提到公司所面臨的挑戰 嚴峻的外部環境與非市場因素持續影響華為營運 身處暴風雨中 我們會繼續奔跑 努力將業務延續下去 除了華為排名衰退之外 小米的排名也從去年的266名衰退至360名 主要受到整體消費市場不景氣 智能手機銷售受到衝擊 且今年小米在大陸的市占率也出現下滑 2021年約占15.5% 去年下滑至13.7% 皆影響小米獲利 能源安全和能源轉型相矛盾 中國煤電使用持續增加 上半年批准了超過50G瓦的新增煤電裝機容量 這使得這個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更加專注於能源安全 而非削減化石燃料的消耗 全球創紀錄的熱浪過後 科學家和環保人士敦促各國政府進一步加大減排力度 不過 極端天氣的影響促使中國建設更多燃煤電廠 以應對乾旱對水電生產的影響並避免停電 週四發表的這項研究的負責人 綠色和平組織的高玉和 表示 中共政府使能源安全和能源轉型相互矛盾 高玉和說 北京承諾在2030年之前使碳排放達到峰值 但習近平主席做出的在2026年至2030年期間開始減少煤炭使用的另一項承諾 現在面臨威脅 他說 北京已明確表示 煤電將在2030年前以合理的速度增長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很驚人的支持 點ence 請您來 《乾淨世界》 這個星期的字幕會議選手 打開小鈴鐺 選折 最大的空間 選折 是 你 斃 我們